今天是2020年4月19日 1945年4月19日 当今最成功的艺术品经纪人拉里·高古轩出生在洛杉矶 我们虽然常说不要用金钱来衡量艺术的价值 但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商人 作为其中的翘楚 高古轩在全球开设了多达17间与他同名的高古轩画廊 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对于艺术品交易这种小众萌类来说 这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如今动辄几百千万甚至商议的天价艺术品背后 多少都有高古轩的影子 高古轩年轻的时候以卖海豹起家 也正是这个时期他开始认识到包装的重要性 原本价值1美元的海豹加上一个精致的画矿 就能卖到10美元甚至20美元 时至今日 任何一位艺术家一旦被高古轩画廊带领 价格就至少能涨10倍 高古轩就是有这样点识成精的能力 1978年高古轩正是在西洛杉矶 开设了自己第一间画廊 虽然他不是艺术专业 之前也从没有去过博物馆 但由敏锐秀局的高古轩知道 这一定是个大生意 在工作中不知疲倦 且对艺术品过目不忘的他 获得了够够的外号 高古轩成功一大秘诀 在于对艺术家如父如母的照顾 只要艺术家想 他就能办到 美国基建主义雕塑家 李查德塞拉曾想做一个巨大的迷宫雕塑 但苦于没有好的场所 一次他俩路过纽约SOHO一个停车场 塞拉随口说道这个地方不错 几个月后这个停车掌就变成了画廊 让高古轩来指导建方舱医院应该挺不错的 另一位大师托姆布雷 晚年定居于意大利 高古轩则专门为他在罗马开设了一间画廊 且私人飞机也随他使用 高古轩最大的本事在于能把艺术品卖给那些不懂艺术 也本不想要艺术品的富裕阶层 曾经他的员工打电话给客户说 这些艺术品是高古轩推荐的 客户在没有看到艺术品的情况下 想都没想就剁手了 高古轩曾说 没有人真的需要一张画 艺术品的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 是一个群体来界定他值多少钱 而维系这个价值体系就是一个画商的工作 要确保让大家觉得那些重要艺术品真的那么重要 虽然对于高古轩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但我觉得也正是他将艺术品的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进来 极大繁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发展